首先做一個討告,好嗎? 主要我們感謝你,讓你今天有機會 從這個針疑裡面,我們可以學取一個很重要的功課 就是在人際裡面的婚姻的關係 或者是兩性之間的關係 主要求你的話語打開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打開我們的心 我們能夠接受你的提醒 也都是叫我們有一個謙卑的心 也都是幫助我們,叫我們今天所做的 要高舉主耶穌這個名字 不是要去高舉任何人或者任何事 我們今天是專一的、單單的去高舉主耶穌 主要我們為人 這個聖明要我們同在、掌握一切 其他可防靠主耶穌也不知道 為什麼選這個題目呢? 其實有一件事叫做reverse psychology 就是逆向的心理學 其實逆向的心理學好像很高超 其實不是的 你看那些小朋友會知道 你叫他不做那些事,他邊邊做 你叫他做那些事,他又不做 那些就是reverse psychology 所以今天選了一個題目 就是如何破壞婚姻 真正正正的 不是教你們如何破壞你的婚姻 而是掌握你的眼神 還有在聖經裡 特別是所羅門王 在第五章和第六章那裡 就是講到怎樣去保護我們的婚姻 你會問如果我是單身 那怎麼辦呢 什麼單身都可以聽 為什麼呢 其實在這裡告訴我們 無論你結婚或者還沒結婚 那個主旨就是講到那個忠誠 講到那個聖結和精結 我們首先讀一讀這段經文 在《針言》第五章15-19節 以及第六章27-29節 這裡是這麼說的 他說你當喝自己慈中的水 喝自己井裡的活水 你的泉水豈可外流呢 你的河水怎可逸到街上呢 這些要專屬於你 不可與別人或者外人來分享 要使你的全員蒙福 要愛你年輕時所娶的妻 他高貴可愛遠如無錄 願他的空令你時時滿足 願他的愛令你常常的陶醉 人若將火藏在懷中 那能不燒著衣服呢 人若行走在火炭上 那能不燙雙雙腳呢 與別人妻子通姦 也是這樣 犯靠近他的必難逃罪責 這一段的經文 以及你今天所說的題目 其實都很困難 很困難去說 所羅門這裡 其實給了我們很大的提醒 如果我們要破壞夫妻之間的關係 或者婚姻的關係 我們就要做下方的四個事情 第一 就是在別的地方尋找滿足 第二就是不要珍惜對方 第三就是不要再有激情 最後就要搞這個婚外情 在這裡 所羅門就給了我們一個很大的提醒 無論你結婚也好 或者是單身也好 這個主旨 剛才我已經說了 就是要忠誠 要聖結 要正結 無論你婚前婚後也好 婚前的 你要保守你自己 有一個是聖結的那種生活 婚後更加 除了你那個伴侶之外 在你那個婚姻之外 那些的性關係 都不是神所喜歡 在這裡也告訴我們 對我們的配偶也要忠誠 可能你會覺得陳牧師 你很老餅 你很out 現在 同居 婚外情 那些已經很普遍 你要接受 問題就是 外面雖然很多人認為是對的 但是如果是神告訴我們 不對的時候 那我應該會聽誰呢 我舉個例子 現在很流行民主 就是說少數服從多數 如果你想一想 在伊甸園裡面 上帝就只有1票 魔鬼阿當夏娃就有3票 如果魔鬼阿當夏娃都說犯罪可以的 如果是少數服從多數的時候 上帝就輸了 對不對 如果我們這樣的思維的時候 就變成說上帝錯了 不是的 無論外面 無論阿當夏娃或者魔鬼 他怎樣說對都好 如果神說不對的時候 I'm sorry 就是不對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看一看 雖然外面你會覺得分外情 或者同居 或者好 那些藍教 都可以的 但如果神說不對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樣做 怎麼辦 在這裡給你統計的數字 在美國 結婚的大概有25% 20%到25% 那些夫婦都有分外情 不只是男 是男女加起來 其中在25%裡面 有3%他們會跟外遇的對象來結婚 在這3%裡面 離婚率是75% 你可以計算一下 其實神的話語是對的 無論你外面的人 怎樣說都好 無論你外面的人 你怎樣認為是OK的時候 如果神說不OK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要承擔很多的 這一種的後果 我們看看所羅門王 如何給我們一個提醒 就是如果你要破壞你的婚姻的時候 破壞你和你的伴侶的關係的時候 請你做以下的四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在別處尋找滿足 在另外的地方尋找滿足 我們看看針言第5章 第15節到第17節 它說你當喝自己池中的水 喝自己井裡的活水 你的泉水 喜可外留你的河水 怎可益到街上 這才要專屬於你 不可與外人來分享 這裡所羅門王 就畫了兩張圖畫 一個圖畫就是這個池 一個是井 代表清潔 代表清潤 那種水 用池和井來代替 另一個圖畫 在第16節 就是說 你的泉水 喜可留到外面 你的河水怎樣都可以 是益到街上 浪費的圖畫 或者那個很骯髒的圖畫 兩個圖畫來相比 就是這個圖畫的15節 就是說 它用井和詞 來表達一個意思 就是忠誠 和清潔的那種的圖畫 在當時以色列人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 他們住在比較乾的地方 在家裡一定有個池 即是可以儲水 給家人用 或者怎樣 有個井也非常重要 有個井就不需要走很遠 才有個水源 所以這個井和這個詞 就是代表這個家庭很重要的資產 亦都是代表家人的健康 那種安全 和那種生存 必須要依賴的一種水源 就是說對家人非常重要 其實在舊藥裡面 如果你是偷人的井水喝 是犯法的 那個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是貪戀別人的 無論是丈夫也好 或者是妻子也好 都是不對的 這裡就是講到 井裡的那種活水 另一個翻譯就是 Fresh and flowing water 即是很清新的 是不斷的流動的水 其實這裡代表了什麼呢 代表了那種的甘甜 那種的醒神 那種清新 滋潤 心滿意足 歡樂 完全沒有罪咎感 歡唱 完美 清潔 賦予生命 真的很生硬 所以這個詞和井 就是代表這件事 在第16節 這個經文 其實有個時候 挺難去明白的 他說 你的泉水 豈可外流 你的河水 怎可益到街上 那這個泉水 究竟是指什麼呢 這個河水 又是指什麼呢 剛才是用詞 剛才是用井來代表 為什麼突然間 你說你的泉水 喜可外流 這個河水 怎麼可以益到街上呢 嗯 有些問題 如果細心一點 查考一下 另外一個版本 他就這樣翻譯 我覺得這個翻譯得非常好 在現代中文翻譯 他說 你跟別的女人 所心悟的孩子 對你沒有好處 英文就是這樣 英文就是這樣 And don't be like a stream from which just any woman may take a drink Save yourself for your wife and don't have sex with other women 這個就非常清楚 其實這段經文 第十六節 就說到 不要到處的流程 就是說不要難教 要專一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看看 不要在別的地方 尋找滿足 要在你的配偶 在別的物件上面 或者人的上面 尋找滿足 是什麼意思呢 是指到別的男人 別的女人 甚至是打遊戲 上網 如果你不知道 其實真的是真實 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因為一個丈夫 她喜歡打遊戲 打到太太要跟她離婚 真實 工作 有時候 我們是不是在工作上 找到自己的滿足 而忽略了自己的配偶 那個滿足 在娛樂上面 賭博上面 我在香港也有一個親戚 就是賭 賭到到處去借錢 賭到太太要跟她還債 傷害了兩個人的感情 網上的那種談情 現在也有這種情況 在網上 特別是那些叫網紅 男友也有女兒也有 男友也有 男友也有 女兒也有 那你就上網 你就去打賞給她 那你越打賞得多 她就越 會多些的花時間 在網上跟你去溝通 有些人 有人甚至是傾盡她的家財 來打賞這些網紅 很多時候我都是想不明白 有一個太太在旁邊任你說話 任你說話 為什麼要在網上的那種網紅 你如果不知道那些網紅 其實她是可以化妝的 她是一個很醜的人 但是她能夠化妝 以及利用那些 computer 收成 收到漂亮到不得了 你以為是 那個美女 其實就不是 有一個真事 在中國也有這樣的發生 就是說 有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 跟一個複雙結婚 那複雙就想著 這次撿到了 這麼漂亮的太太 下一代一定很漂亮 三個出來之後 那些子女很肉酸 那個複雙拋頭 是不是真的自己的子女呢 檢查一下DNA 那也是的 是自己的子女 接著就問回自己太太 到底什麼原因 你這麼漂亮 我也可以啊 為什麼那些子女 這麼不漂亮 這麼肉酸 我太太就道歉 跟那個先生說 不好意思 我這個樣子是做出來的 我不是這麼漂亮的 就是這些事情 網上的談情 有時候 是一些好東西來的 不是這些不好的東西 比如運動 愛好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用這些東西 去代替了你的滿足的時候 或者代替了你的妻子的時候 這樣東西 是會破壞你的婚姻 在別處上面找到這些滿足 這些不是真的 神給你一個配偶 是讓你能夠在一個配偶的裏面 是找到一些的Joy 所以聖經裡面說 是Rejoice in 就是說 你年輕時候所娶的那位妻子 你要什麼 你要Rejoice in her 你要從心裏面發出那種的歡喜快樂 你有沒有感到滿足呢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 我們不要經常有個心 就是說 I can do better 見到一個太太 或者見到一個先生 你會想 哇 我其實 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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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更加好些 千萬不要這麼想 應該是另外一方面 這樣想 I could do worse 對不對 也不要這麼想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有一個概念 就是 經常說 我要去找一個合適的人 去找一個合適於我的那個人 但在聖經裡面 很多時候 神的話語教導我們 我們不是說 要去找一個合適的人 我們是要成為一個合適的伴侶 才對 你知不知最好的方法是避開這些性病 最好的方法是什麼呢 其實只有一件事 就是你要充實 你結婚之後 結婚之前也是 有一個太太 跟我先生結婚 他太太很喜歡這個先生 喜歡他什麼呢 喜歡他非常老實 但是想都想不到 這個老公就跟一群朋友 真是來的 在台灣 跟一群朋友去泰國旅行 玩了一次 把這個外資 把這個外資帶回家 把他太太也感染到 他太太當然很生氣 很傷心 抓住老公 問他 你為什麼 你害你自己好 你害我 你害我 我只是玩了一次 我只是玩一次 我只是玩一次也夠 所以在聖經說的話 真的很對 無論你外面 怎麼說 這件事是OK的 這件事是OK的 你不要這麼老餅 你出現了 不是 神的話語 神的標準 是永遠都不會出現 是吧 寶羅納曼很有名的 一個電影明星 Paul Newman 中間也有很多人認識他 有一次有人問他 Paul Newman 你有沒有想過 搞搞婚外情 因為那些 paintation很多 試探特別多 寶羅納曼說了一句 很經典的 他就說 既然在家裡有牛扒吃 為什麼要出去吃漢堡包 他的英文就是 Why would I want to go out for hamburger when I have steak at home 我覺得非常好 在家裡有牛扒吃 為什麼還要出去吃漢堡包呢 這個可以作為一個很有智慧的回答 在別的地方去尋找滿足 到處留情或南架 其實那個根源在哪裡呢 根源就是不去珍惜對方 如果你要破壞婚姻的時候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你在別處要尋找滿足 第二件事 就是不要珍惜對方 在聖經裡面這麼說 針緣第五章第十八節 他說 要洗你的全員蒙福 要愛你年輕時所娶的妻 所以第二件事 這個 所羅門王的建議 如果你要破壞自己的婚姻 你就要不要珍惜對方 不要珍惜對方 這裡 所羅門王沒有說 要愛你年輕的妻子 不是 所羅門王說 要愛你年輕時所娶的妻 意思就是說 你的太太有一天會老 不要嫌棄她 不是說你的太太年輕的時候 你就去愛她 她年紀大了 或者是老了 你就不愛她 不是 所以 所羅門王這裡很有智慧 是年輕時所娶的太太 你要去珍惜 你要愛她 那我也想想 為什麼所羅門王這樣說 要愛你年輕時所娶的妻 有什麼意思呢 其實兩件事 第一件事叫我們不要忘本 中國人很著重一件事 你不要忘本 以前那些粵語長片 就說吃碗底翻碗面 我們不要忘本 第二件事叫我們 事上的要去回想 事上的要去回想 你年輕時所娶的 各位的妻子 那位的太太 仍然都是那位 你第一次見面 是令你心如綠狀的那位 那位很年輕的 那位的女孩子 頭髮在微風中一 磨一磨 令你驚為天人的那位女孩子 那位女孩子仍然都是 你第一次給她一個first kiss 那位的女孩子 仍然都是那一位 你和她求婚 說完了她 沉默了很久 你很害怕她不答應 但她突然說 YES 整個人跳起來 她仍然是那位 年輕的 那位的女孩子 她仍然都是那位 當你站在這個結婚的台前 在那裡忙 在那裡等她 她終於走進來了 或者她的 爸爸 繞著她的手進來了 平時 平時三十秒鐘 可以走完的那段路 要走足五分鐘 噔噔噔噔噔 這麼慢的心靈 說快點 她仍然都是那位 年輕的那位女孩子 當她來到你的面前的時候 你驚為天人 哇 真的 太太今天特別漂亮 她仍然都是那位 當那個 結婚典禮結束之後 牧師說 你可以kiss 你的pride 接著我就宣佈 你是什麼先生太太 太太 那位年輕的女孩子 繞著你的手 哇 馬上跑出去 等我等不及 她仍然都是那位 很年輕的太太 有一天她告訴你 我幼了 啊 有什麼 傷風啊 感冒啊 不是啦 我幼了BB 哇 你在那裡跳起來 耶 我要做daddy 她仍然都是那位 年輕的 那位妻子 在醫院的產房裡面 奮鬥了十幾二十個小時 為你生而欲慮 她仍然都是那位 當你是一瓶如洗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她仍然都是跟著你 她仍然都是仰慕你 仍然都是愛你 那位年輕的女孩子 我們不要忘記 要時常的回想 要被 這一位 我們年輕 享受所取的 這一位的妻子 來震撼 震撼和感動 如果你的妻子 坐在你旁邊 麻煩你看看她 好嗎 你看看太太 她仍然都是那位 很多地方都沒有改變 但她仍然是忠誠 仍然是對你的信靠 你想想 你犯過很多的錯誤 但她仍然是願意的 是原諒你 你想想 你很多時候很頑固 很不成熟 但她仍然是對你這麼有耐性 和對你這麼仁慈 讓我們再一次被這些 再一次來打動 去融化我們的心 上帝是藉著你的妻子 給你很多的祝福 和給你很多的好處 我們有沒有為這個太太 來感激我們的父親 有沒有好像所羅門王 這裡這樣說 rejoice in her 有沒有說 為你年輕時所娶的這位妻子 而歡喜快樂 有沒有 所以門王跟我們說 如果我們要破壞我們的婚姻的時候 我們就要在別的地方 去尋找門宿 我們不去珍惜對方 不珍惜對方的時候 我們的熱情 那個激情就會漸漸地冷卻 所以如果想破壞你的婚姻的時候 麻煩你了 要什麼 激情不再 再沒有這些激情 我們看看第五章第五章第十九節 他說 他高貴可愛 軟如無錄 原他的胸 令你時常的滿足 原他的愛 令你上常的陶醉 這個陶醉 這個陶醉 這個詞 那個意思就是 或者是喝醉 或者是被癌 或者是上癮的意思 或者是讓你那個太太的愛 事常的 是令你intoxicated 是醉的意思 那你想想 怎樣 我們可以延續這些激情 其實我們要做事 例如你種一些花草樹木 我們都要什麼 都要時常的淋水 施肥 時常的都要什麼 去修剪 時常的要去保護 所以我就用這個好像是種花 或者是種樹木 來做一個比喻 怎樣我們有激情 第一樣我們要做的 要時常的去灌溉 要去淋水 不要想著幾分之後 可以 搞定了 什麼都不用做了 不需要淋水 不是的 不需要淋水 那些很快就會死 我記得 幾個月之前 蘇斯莫 因為他今天不在這裡 他在中國 所以我可以在這裡說 他已經再三吩咐我了 那個盆栽在家裡 你要淋水 是一個小組送給我的 一直都長得很漂亮 然後我說 可以了 可以了 沒有問題 他一走了之後 沒有那回事 回來了 我看看 明天他回來了 我看看那棵東西 哎呀 那些東西 不行 那車卡就淋水 拼命 淋到滿了 回來 他回來了 看看那棵東西 他覺得怎麼樣 不好意思 你走了之後 我真的忘記了 救了很多個月 救了幾個月 都救不了 終於是 死亡而終 那天已經是兩天前的事情 另外 正話發生什麼 他明天回來了 在周末的時候 我又看那兩棵東西 在家裡 在室內裡 又忘記了淋水 哎呀 真是 又是 現在我又在挽救 你為我祈禱 希望可以 要時常的 要灌溉 如果你忘記了 或者大意的時候 你認為可以的時候 是不可以的 我們就要去了解 對方 那個愛的言語 究竟是什麼言語 Dr. Chapman 這本書很出名 叫做 五種愛的言語 五種愛的言語 那你太太的言語 是不是禮物 你太太的配偶 不一定 太太 丈夫也是 就是 他那個愛的言語 是不是 是一些 質素餐 要陪伴他 要說一些 鼓勵他 說話 是不是要 服侍他 服侍他 是不是 身體上的接觸 你要知道 對方 那個愛的言語 究竟是什麼 原來才對正台 是不是 沒有多久之前 差不多一年前 好像Fansy平 就知道 宋師母 他經常要旅行 現在 有些帶團 有些酸 有些酸 我就忍痛 買了 Bose 那些 headphone Wireless 那些 那一隻真的很貴 我真的 一尺都肉 不是肉都尺 我是一尺都肉 但是 立定心智 放給他 因為他可以在飛機上使用 令到他整個旅程都很愉快 賣給他 他非常喜歡 不單止只是旅程上他可以使用 現在在家裡 他也經常使用 耳機他喜歡聽什麼都可以 有Bluetooth 原來我發覺有個好處 就是什麼 他自從有了這個手機之後 很少 就去Bother me 就是經常 聽到我們要說話 我們要聊聊天 現在不需要了 現在聽著這個手機 就覺得 我都不知道多開心 What a gift What a gift 那個點是 我們要用時常的灌溉 和知道 對方愛的言語 究竟是怎樣 我們也要時常的 要去施肥 要去培育 使得這個關係能夠強壯 能夠健康起來 你在多久之前 真的和你的太太 有一個約會 有否做他喜歡吃的食物呢 你會說 Pastor Tim 我是藍 我不懂做食物 所以我願意參加我們小組 我們中間有些爸爸 他做得很厲害 你可以向他們學習一下 做兩尾 蘇斯姆 今天他不在這裡 所以我可以放開來講 感謝神 他喜歡吃什麼 他喜歡吃什麼 他喜歡吃 折瓜蝦米 冬菇 炒粉絲 OK 我一做就做一大盆 中記的大小碗 一大盆 這樣做 他很喜歡吃 我們的胃口 記得到夜幾年 都沒有什麼改變 都是不厲害 兩個人幾分鐘之內就搞定 整碗 很滿足 然後小小碗 他說 I just like those good old times in Tennessee 那時候在Tennessee 怎麼樣 他那時候在大陸讀書 我在研究院讀書 有時候我打電話給他 我打電話給他 我今天不小心 做多了那些紅燒豆腐 你過來幫我吃 他五分鐘之內 就已經在門口那裡救命 又是這麼大盆 紅燒豆腐 兩個人 因為在那裡 兩個地方 在一個很小的Town 沒有什麼好的中國菜 兩個人吃得很開心 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又回想 Oh just like those good old times 我們的胃口 仍然都是這麼厲害 會心的微笑 我們有沒有視上的 去視肥 我們有沒有時常的去修剪 每一個人都是不完美 對不對 有錯的地方 我們就要改進 有進步的空間 我們就要做一些調整 對不對 廣東人 有一句說話 我也覺得很有意思 在香港 他說 有錯要認 知道下一句是什麼嗎 哇 你們這麼厲害 我以為你們不知道 我就說 我找到一個金句 有錯要認 打就站定 就是說 你要認錯 你認錯 你要接受那個後果 當然了 你就不要站定 被人打 如果站定 被人打的時候 就證明你 腦筋有些問題 但無論如何 這句意思就是 每一個人都是不完美 有做錯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改進 要時常的修剪 還有我們要時常的去保護 保護我們的關係 免受傷害 免受這個事態 Billy Graham 葛培里 剛剛 沒多久之前都過世 可以這樣說 是當代最有名的一個牧師 他一生裡面 他是很小心的去保護他自己的那份人 他從來不會說 單獨的同一個女性 會進去那個升降機裡面 如果真的 只有一個人的時候 他會請那個女士先進去那個升降機 他說 我會等下一個 他也不會跟任何單獨的一位女士 在一輛車裡面 聽起來好像有點過了 有點過分 其實不是 因為Billy Graham 他知道他要保護自己的婚姻 他要保護自己的事奉 他也要保護自己的見證 他要保護自己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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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有個同班的同學 是女兒 說國語的 也要保護自己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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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保護自己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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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說陳牧師 跟著說跟誰吃飯 水洗也不清 我本來就是想坐在一起 那沒什麼理想 大家就想想想 不行 那我便宣言 我說 謝謝你的邀請 你自己一個人 是享用一張桌子 我在這裡也沒問題 我想什麼呢 我想保護自己的婚姻 保护自己的事負 保护自己的見證 可能你會覺得有些過 但我寧願是有些過 都不寧願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破壞了自己的份人 破壞了自己的關係 破壞了自己的事負和見證 因為現在的試探真的多得不得了 我再舉個例子 幾年之前我在中國 和蘇少母一起 但我要早點回來因為假期不夠 所以我一個人是不要從上海飛行回來美國 有一位老闆的姐妹很好 在上海幫我訂了一個酒店房 我住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就坐飛機走了 就不用趕到這麼辛苦 你知不知道我一進去那個酒店 那個酒店已經是不錯的 大概是三個星 都可以的 一進去那個酒店沒有半小時 電話就響起了 真是來的 拿去電話 我以為是外面的櫃桌 有些事情要找我 他說 他還知道我的名字 那裡很厲害 他說陳先生 你需要找人幫你按摩嗎 我一想 他說 他連我的名字都知道 當然是跟櫃桌 櫃面 合起來 是不是 我立刻就說 我想也不用想 我說 No Thank you to me 按摩 那些 temptation 幾多 對吧 所以我們要 事上的要保護 保護自己的婚姻 你想要破壞你的婚姻 你在別處尋找你的滿足 你再不珍惜對方 你再沒有這些激情 一沒有這些激情 就很容易有婚愛情 所以最後 就說 如果你想破壞你的婚姻的時候 你就搞婚愛情 我們怎麼看呢 《珍言》第六章 二十七節至二十九節 他說 人若將火藏在懷中 那能不燒著衣服 人若行走在火炭上面 那能不燙雙雙腳 與別人的妻子通姦也是這樣 犯靠近他的必難套這個罪則 你知不知道 這些婚愛情有很多的後果 是很可怕的後果 當然 會離婚 會後悔 還會變得很貧窮 為什麼呢 因為一離婚 就要分家產 一離婚 藍方很多時候就要給 超十塊 就是這樣 那時候我們在Fremont 現在我們住的房子 我們買的時候 就是因為 那個銷售人 他和他的太太在搞離婚 所以他們趕快的 就要賣了房子 大家分家產 你想你窮得快嗎 那就搞個婚愛情 搞個離婚 你就會窮得很快 還有很多疾病 不單止在肉體上的疾病 情緒上的疾病 靈命上的疾病 還有很多的羞恥 還有很多的心碎 不單止理智的心碎 你的配偶也會心碎 你的下一代 你的兒女也會心碎 你的親友 你的爸爸媽媽也會心碎 你也會成為攻擊的對象 尋仇的對象 你搞別人的太太 別人的老公 當然不放過你 現在美國這麼方便 買架也是 千萬不要搞這些 還有最嚴重的 最重要的一個後果 就是神的審判 神是最終的那位大法官 會有這樣的後果 在這裡做一個勸勉 不是說 我做的事情是正確的 我自己覺得 神的話語 對於我們來說 是一個好的提醒 我們就用神的話語 來用彼此的提醒 如果你是在搞這份愛情 我真的願意求你 會絕 悔慨 求神醒 若不是的時候 你去到一個深淵的地方去 若你是在想著 要搞這些分愛情的時候 我都要願意 懸崖立馬 千萬不要 因為你所碰到的那些效果 可以是不堪至上 灰蓋 180度的轉彎 求神幫助你 求神赦免你 如果你是在一個relationship裡面 同居又好 同居又好 或者是同一個不是基督徒 在拍拖 或者怎樣 我都鼓勵你 悔慨 去神的面前 求祂幫助和赦免 聖基督說得很清楚 當我們願意來到神的面前 求祂赦免的時候 神是公義的 神是本有恩典禮物的 祂必定是會 赦免我們一切的不義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潔 是嗎 我們只要來到神的面前 神的話語非常之寶貴 所羅門王對我們的建議 對我們的提醒 都非常之寶貴 如果我們要建立 我們要保護我們自己的婚姻的時候 我們就再不要在別處 來找這些滿足 我們要珍惜對方 我們不要讓自己的激情去冷靜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忠於上帝 我們就能夠忠於我們的背後 好嗎 為大陸圖局 所以感謝您 多謝您說